講到以前 以前我們不是都主持娛樂新聞嗎 妳以前做過一件 很卑鄙的事情 什麼事 超卑鄙 我都不好意思問妳 這對我們 什麼事什麼事 就是那時候妳們節目 跟我和我姐那個娛樂版本來 不是打競爭得很激烈嗎 對... 然後時不時的 我們就會互相放個冷箭什麼的 然後妳有一次有一期真的是 好卑鄙喔 說啦 說什麼啦 妳請了一個那個老外的那個 看照片 然後獨面這樣 我知道... 然後妳就把我和大愛的照片給她看 然後那個老外就說 就是說我們是壞人 然後我就想說 不是...好 妳先講 然後我想說為什麼要這樣講我們 我們明明就很善良 我已經勸錢給什麼流浪動物 對...我知道妳們後來很生氣 然後我還打電話給偉忠哥 沒有 S妳要想一下 我怎麼可能去請這個人 他是誰請來的你知道 甄妮嗎 歌姊 歌姊都會認識 歌姊 對 但歌姊找她來 歌姊電話給我 不是... 她找來也不是對付妳們 她是你知道嗎 歌姊神通廣大 她就會請到一些 就是妳知道 靈界的或什麼界的意見領袖 然後她就說 那這給妳們三個節目 那我們也這樣 娛樂新聞 因為我們也不認識她 我這樣 好吧 這樣 突然就跳出妳們在很後面 因為前面有什麼劉德花什麼什麼這樣 然後只剩一分鐘 然後我就說 剩一分鐘 然後我就聽她就這樣 妳們講話 講話 鞋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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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然後她就看了一下 她說這對姐妹很紅 我說 她說 她不是說妳們很壞 她是說 她說我們不善良 沒有 她說 我希望她們有善良 她說我希望她們是有善念的人 我就說 對 希望心存善念 然後我就要趕快結束 因為我要進廣告了 妳明明就很 對啦 但是我的意思是說 那時候因為對打 看起來就會很針對 但事實上她只是說 我希望她們有 那她的善良 其實也不用善良 妳們本來就有善良 對啊 她憑什麼 她憑什麼叫我有善良 妳還在打抖 那這一次 她憑什麼叫我善良 欸 Kimi 妳叫什麼名字 我沒有善良 Lisab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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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妳知道有多少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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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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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哭 這天是算化解了是不是 就 真的 我怎麼可能去看這位 可是她講完之後妳有沒有冒汗 我有 我就 然後有一分鐘 她五十三 十十秒 我就 她希望她們生存三年 我只能這樣翻 我就趕快進廣告了 然後妳有沒有看到 善良 軒然大波 我們是立刻在隔壁罵妳嗎 我不知道是立刻還是隔天 但是我有打電話給韋忠哥 我有接受這全部的事 我說韋忠哥 韋忠哥完全沒有跟我們講 韋忠哥 就是那時候是在海邊的一個朋友家 然後李仁喝醉就先上去睡 然後西梅就一直灌我 一直灌我 我就說我其實有點反胃 怎麼了嗎 她就說 妳 妳可以去跟李仁睡一間 我說什麼意思啊 我才認識她沒有多久 她說妳真的要去 我說不是 西梅姐這樣太快了 她就這樣 你知道她的命運嗎 我覺得妳們兩個都很可憐 妳們一定要在一起 我心想太突然了 好像連續劇從第一集 突然跳到第八集那種感覺 可是她還是把我推進那個房間 我覺得她沒有推妳耶 她只是說 考老師妳進去一把 然後妳就已經飛敷在那邊 然後她只好關門了 沒有 然後她還準備保險套給我們 然後可是李仁真的已經 掛到不行的掛 然後我連試著騎看看都沒有 真的啊 因為我也是有一點矜持OK 後來她就說 如果妳那天有騎我的話 我們就不會在一起了 她就會覺得妳太隨便 對 所以她是什麼時候愛上妳的 什麼時候愛上我的啊 有一次 那時候就我們在曖昧嘛 然後就到我家來 就晚上就假裝一起看 那時候她就是最紅 就HBO的劇 然後我們在那邊看一看 看一看她就半夜說 那我先走了 我說好 然後她就走了一兩次之後 第三次她就突然回來了 我說怎麼了嗎 她說 然後咧 她會不會走南京公路 對啊 所以那個時候你就知道啦 就是她是刻意回來的 然後就兩個就在一起